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 最近呢 家里的现货不是很多了 要去市场挑一些回来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今天就带你们去看一下哪一台二手跟全新机 这里有多少差价 以及二手机是否值得入手 现在我们手上拿的这台呢 就是华为妹的士林保时捷 这台呢 也是一位浙江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8加256g的目前市场二手行情是在8800左右 全新机的话是在12000左右 这里呢 也是有一个40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芯片采用的也是麒麟900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屏幕呢 采用的是一颗6.76寸的全面屏 不仅握取手感好 性能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加上后盖别字的设计 辨识度也是直接拉满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4500毫安 手上再来呢 也是一位广西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华为妹的士林Polo 5G版本8加256g的一个机器 目前市场行情呢 也是在5300左右就能入手 品质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麒麟9000的处理器 加上鸿蒙系统的加持 系统运行也是非常顺畅 玩游戏也不会卡顿掉增 屏幕采用的是一个6.76寸的双曲面屏 握取手感也是非常发誓 显示效果也是非常细腻 后置5000万的像素 配上4400毫安的电池容量 不论是游戏性能 配置 续航各方面都是不用担心的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云南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一台苹果12佛罗麦克斯 无所256g的一个机器 目前市场行情呢 也是在5500左右就能入手 外观成色95成星 但是电池效率是高达90以上 屏幕采用的是一个6.7寸的二维路一粒屏 显示效果非常细腻 加上a14的加持 无论是游戏性能体验 以及日常生活使用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 相比前几个月 我们喜欢这台华为妹的三菱呢 也是跌价了不少 这台呢 是一台5G版本8加128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2500左右就能入手 2000左右的预算华为妹的三菱性价比依旧是非常的高 首先它搭载的是一颗麒麟99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配上6.62寸的直面屏 打游戏也不会出现一个误触的情况 4200毫安的电子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非常耐用的 如果是你 你有2000左右的预算 你会选择妹的三菱吗 手上这台华为一批五零破落 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一款机型 手上这台呢 是一台四川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8加256g的一个机器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4800到4900左右就能入手 芯片方面 采用跟妹的四菱破了一样 都是麒麟9000的处理器 6.6寸的双曲面屏 后置采用的是一个四项头5000万的像素 配上4360 10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基本现在华为的中高端机器都有4000毫安的电池容量左右了 手上只有一千左右的预算 但是想入手一台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机器 也可以考虑我们使用这台华为妹的20polo 虽然说它是18年上市的机器 但是如今性价比依旧非常的高 首先妹的20polo屏幕方面 采用的是一个639寸的欧流一地双曲面屏 不仅屏幕显示效果好 而且握取手感也是非常的巴适 配上后置4000万的像素 拍摄也是非常清晰 芯片方面采用的是70980的处理器 也是支持红梦系统 配上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再用个两年左右 这款机器也是不会过时 耳机的话 手上这台1562m的二代蓝牙耳机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也比较稳定 续航一天可达10个小时左右 三代最好用的就是这个1562a的芯片月虎版本 降噪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四代的这款目前也是市场的最顶配 洛达156m的芯片 音质续航都很好 好啦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华强北淘鸡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